这抢弓猛起来,速度上直接比肩快男的闪性 而面对于快男的离谱上网连贯 王又是超快的起身繁大 这暴冷流的王子维 是怎么又打成了一场神奇的暴冷 大家好,欢迎来到24年泰国公开赛的赛场 我是光颖 在糖尤杯之后的短暂休整后 500级别的赛事重新回归 若见又首轮面对于王子维 怎么这快就不管用了呢 开局上来,若先是一连串的失误后 出高弧度,王直接抢弓 连贯强推转身 被起身超快的若直接翻打 若第一手位不起球 王直接抢点快推大斜线 让若被动输 斗王逼起球 横到位没有进攻机会 我就控王再找机会 若不起球 王强硬斗王逼起球 继续向方宝 这次是个滑板的节奏变化 让若丢中心 离步逾越形形摆托 然后又是超快的起身 直接实现反顶反杀 这操作真的是非常的快难 身体速度是真的顶 直接抓推 强点打连贯 若想控网 但是王的推挑张若拿不到机会 抓过度加力压追身 这下抓了摆托破绽 出高弧度 王判断犹豫 这下抢往前高点 王就被动了 直接强攻 想骗平高 王调整拦截很快 但是落的鱼越高质量泄力 又一次让王连贯上尸位 这么多鱼啊 要不然以后就要落点 用鱼汤快难嘛 王摆托新线平高 抓过度又是直接加力反压 挡中路想抢弓 但是王给的很到位没有机会 弹西线摆托 翻顶抓王被动摆托 王的停动快退过了落的顶 这下让王抓住了机会 反手摆托很硬 勾对角逼落气球 斜线的落点打得非常极限 揭发就逼压 想抓机会连贯 结果刀刀翻大 落还真的不害怕这种硬吗 落害怕的是手法和节奏上的变化 切磋直接抢弓 强硬斗往强攻 这块进攻带有批杀的变化 落的防守节奏又受到了影响 停顿推转身 往往前过渡 落反顶反抓 王的反应也非常快 这球被判了界外 帮要入挑战 在应演挑战的成功中 第一局比赛结束 落的主动失误实在是有点多 这下就给比分挖了一个坑 王在进往的争斗和推跳 也都可以比较好的限制住落的空方向攻 落很舒服的进攻机会很少 来到第二局 王直接抓退抢弓 然后又是超快的连贯 王猛起来的时候 那也是真的猛 不知道大家对于王的各种暴冷有没有印象 推条拉开不让落很好抢弓 落想利用速度强劲 给王带来压力 王推从部落点破坏连贯 这下就抓了机会 王祈求横到位限制进攻 若想利用连贯逼压突破 王摆脱西线很硬 直接反打 主动强劲放往反争取机会 直接想攻 若卸力不错 反攻闪现上网 但是王的提升反打也同样超级快 这提升调整速度是真的可以 王状态好的时候 速度都能跟海南掰一下手腕子 争夺进王 若强点快推大机器 这下王跟得太被弄了 快推过顶高质量 这连贯还弹了 扣王想攻 王想推重复落顶破坏连贯 这球弧度控制不太好 就被落刮了 王停的快推过顶 又抓了摆脱步到位 王这双比赛 在推条限制上做的是真的不错 落开始尝试在往前更加强硬的往 转进王 王起高弧度 但是这个追神杀的真的是超级凶 又是给超高弧度 若实在是没法直接强攻 但是又想破坏连贯被抓 王主动控网 进攻上的选择是个滑板 这下准备接硬球的落 就又丢了中心 落对于进攻节奏变化 还是比较头疼的 继续斗王比起球 摆脱斜前硬球 落咬住想要直接压死 但是帮摆脱很硬 这下还被反打 改变节奏 揭发就逼压 假动作分球 落给的很高位 来到往前死斗 若抢对摆脱 这球是个戒内 往强硬的往不起球 若拿不到进王就想要逼压 结果又被反打 继续斗王 最终在落的抓扑下往中 整场比赛结束 落的主动失误有点多 然后王的状态又不错 这场比赛的进王强硬的往 和推调限制进攻 都做得很不错 这下落能拿到很舒服的进攻 机会很少 这就会导致落没有太多强攻的机会 而且落并不是很害怕硬碰硬 这一点王也注意到 进攻的节奏变化还是很多的 破坏落的防守节奏 落也防得很难受 作为暴冷流的选手 王是又一次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好了 这就是本期泰国公开赛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这视频 欢迎唱一点赞三连支持我下 如果想关下其他更多内容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光颖 我们下期再见